打开一个rest的客户端 我用的是insomnia 下面我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wordpress里面评论资源的rest的借口 先配着一个请求 请求的方法是get 请求的地址就是网站的基本的地址 后面加上wp-json 评论资源的rest的借口的地址 现在是wp-vr-comments 以后这个地址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一般变动的地方就是wp后面的这一块 现在是vr 以后可能会是v3或者是v4等等 请求这个接口地址 wordpress返回的就是网站上面的所有的评论内容 如果评论设置了分页显示的话 默认会显示第一页的评论内容 想要得到其他页面的评论内容 在这个请求的地址里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page参数 参数的值就是评论内容的页码 默认它是1 再看一个评论内容的项目 每一个项目里面都有一个id 它表示的就是评论内容的一个唯一的标识 评论内容里面还有一个post的属性 它的值表示的是这个评论内容所属的那一个内容的id 这个评论内容的post属性的值是64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评论内容是在id号是64的这个内容上面添加的 如果评论可以回复的话 在这个评论内容里面的这个parent 表示的就是这个评论回复的那个评论 这个评论的parent属性的值是11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评论回复的就是id号是11的这个评论 在这个评论列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id号是11的这个评论 如果评论内容里面没有回复任何的评论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parent属性的值会是0 要得到某一个具体内容上面的所有的评论 我们可以再去配置一下这个请求的地址 在上面加上一个post 它的值就是某一个内容的id号 把它设置成64 现在返回的就是id号是64的这个内容上面的所有的评论 在这个请求的地址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话线embed设置成true 这样在返回的评论资源里面会有一个小话线embed的这个属性 在下面的这个inReplyTo这个属性里面的东西 就是这个评论回复的那个评论内容 如果只想返回这个内容上面的第一级别的所有的评论 在这个请求的地址里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parent参数 对应的值可以把它设置成0